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昨日北北基三方在协调今日是否该放台风驾驶桥不拢,最后新北市抢先宣布停班课,台北市,基隆市稍晚则宣布正常上班上课,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,最早宣布的新北,要负最大的责任。 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则认为这是做决策的首长自己应该要有的承担。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,罗志正指出,放假与否应回归科学来看,不过北北基为共同生活圈,若不同调会造成民众困扰,但昨天朱立伦抢先放假让其他两地市府及民众杀眼。 罗志正质疑,纵使新北有广阔的海岸线和山区,但为何以前可以同步放假而今天不行? 罗志正认为,最早宣布的新北,要负最大的责任。 李彦秀则是为此缓假,表示新北市政府料敌从宽可理解,台北市政府依照气象局预报,做出决策,依照今天风雨来看是符合上班标准, 但双北不同调,还是会有混乱。 李彦秀指出,北北基生活圈厅班克共同决定机制就是希望避免此情形,但这默契被打破,市民受影响一定会抱怨,这是首长自己应该要有的承担。 共同决定机制,我们的明天应该要有的承担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